每一個人其實都是經歷過很多神的關照 今天我們都講到用心關照 這個任務給我們是去關注一些有需要的人 關注一些跟我們背景不同的人 關注一些我們不接納的人 但在這個關注過程當中 我發覺就不容易 至少我記得我爸爸提醒我 他說你要自己照顧好自己 要懂得自己照顧自己 過來美國 學自己照顧自己 覺得很特別 這裡的人就不說goodbye 說什麼? take care 你take care 有時候發覺要take care自己 其實是不容易的事情 尤其是男性 我作為一個男性 就是不太會照顧自己 見到那些女性 她們很認識 我們很隨便 不知道怎樣去照顧自己 三餐有東西放進口裡 吃了就算了 但那些女士就不同 她們嘩 當你一生經歷了很多神 take care你的時候 你會發覺 你很努力 嘗試要take care自己 其實都是徒然 你甚至說要去take care 其他人的時候 你覺得其實更加困難 很多有了小朋友的家長們 都知道了 要去take care一個小朋友 有剛才我們看到的那些 從小的嬰兒到現在 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相信你其實人生過去當中 都被神take care很多 我們今天也感謝神 我們也有一個見證 Tammy姐妹跟我們分享 她過去一生 怎樣神去take care她 而是她被神去準備她自己 去take care一些她覺得不可能的事情 我們給點掌聲 Tammy姐妹 好嗎 帶了老婆不帶咪 不行 Hello OK 大家好 我是Ikois的Tammy 今天很高興 是神的恩典 看到大家在這裡 因為其實我回到星期六 過月崇拜之後 我都很久沒見過那麼多人了 所以很感恩今天結婚很多的弟兄姐妹 還有很感恩神讓我和先生 可以在這裡分享我們人生的經歷 全部都是恩著神的恩典 或者先給大家一些背景 我本人是有一個二十多年的痛症 是纏繞了我很久的 我做過手術 在香港最有名的中醫 都是幫不了我 加上因為有一個痛症 我十三年的婚姻裡 我都不能夠懷孕 我們看過很多不同的專業 甚至是IVF中心 他們都跟我們說 你是零機會 你不要浪費時間 我今天會和大家分享 因為這個背景 神如何在我們的絕望當中 如何去照顧 仍然照顧我們 他是三個層面去照顧我們 第一個就是在心靈上 第二個就是在我們的婚姻裡 最後就是在我的身體裡 首先和大家分享 在心靈裡 他如何去照顧我們 我想因為有很多 難以形容的難受 和傷痛 當這個波子越滾越大 我本人是一個儀式的罪 都是越滾越大 因為我覺得說不出的冤屈 和好像沒有人能夠明白我 很多時候 或者在別人的眼中 他們都會覺得 沒有小朋友 十多年來沒有小朋友 其實沒問題 但是這個很個人的感受 是一個傷痛 於是 我就讓自己的負面情緒 很縱容自己 覺得我不開心大了 我犯的罪就越滾越大 但是神也透過靈修 他跟我很重的訊息 跟我說 而那一番話 其實是 都很感恩 因為正好今天 最後那首歌 《So You Would Come》 那首歌 其實是 可以詳細了神 和我的對話 對 神跟我說 不是你做的事情 是讓我去愛你多一些 也不是你做的事情 讓我去關上神的門 是全部是恩著耶穌基督的補血 是救贖了我們 所以一切都完成了 那 我 當我 神 對我 在靈手當中 跟我經常重複這個訊息 我覺得 我 很 很意外地去犯罪 這件事 是很虧欠神 而且 都讓我 我 痛哭了一場 那 我就 來到神面前 我知道 我是 租賊了 神 用 重駕 救贖回來 我的身心靈 那 我去到神面前 我就 求神 去重整 我的 生命 那 我就 跟神 我跟神 我以前的罪 就是 求主你 去幫助我 去滅力 那 當我 一 痛哭 發出一個呼求 甚至 很奇妙 讓我一夜之間 我 要犯罪 那樣罪的慾望 是全部 拿走了 是一夜之間 發生的 那 這個對我來說 是一個很大的成績 那 第二 神 照顧我的心靈 那 第二 我想和大家分享 神照顧我的婚姻 因為 神 都 去 去 重整 我們二人的 性格 去 能夠 去 重整我們的婚姻 其實 我身上 我一生有很多成績 其實 我 以我這樣的性格 我嫁得出 也是一個成績 我很記得 所以 當 Kent 求婚和我 結婚的時候 我父母 是很清楚我的人 我父母是 雙手 抓住 Kent的手 眼裡有淚水 去跟她說 多謝你 多謝你 然後 我其實 在旁邊看得 我有點發脾氣 但是 我 但是 Kent那一刻 他應該心裡 覺得 有點不妥 我是不是 舊了 但是 當時 已經沒有路走 因為我們在擺走 我們 所以 但是 神 的婚姻 是神 設立給我們的 他讓我 這十三年來 我很愛我丈夫 我丈夫也很愛護我 但是 我們這麼親密的關係 但是 這個 滾了十三年的絕望 這個波越滾越大的時候 就會讓 我 就是 我們 不想去面對相同 我們兩個 甚至是 不會去說 不會去 沒有 communication 包括相同 因為 我們鼻痰 因為 這件事很纏擾我們 那麼 神 都透過一些專業人士 去幫我們 去照顧 去調整我們的性格 也都去重整我們的婚姻 讓我們能夠 可以很坦而無據地 我們二人能夠 在這個商道裡 去共同去走在裡面 以及共同去面對 很奇妙 神讓我們每天下班之後 我們都在家外的公圈 不停地繞一繞 我不知道每天繞幾圈 是每天都在繞一圈 我們一邊走 一邊分享 神 在那天靈修裡面 跟我們說的話 祂鼓勵我們的說話 祂安慰我們的說話 我們 都會一起祷告 一起有痛哭的時間 那奇妙神 由我們 很逃避這個負面的情感 去到我們 能夠當中去同行 去面對 這是第二樣 神在婚姻裡面 重整我們的一件事 最後一樣 神在身體裡面 去照顧我們 神就帶領我去看 一個教會的中醫弟兄 讓我二十多年的痛症 是消失了 問題仍然存在 但是痛症 是消失了的 之後 甚至讓我十幾年來 不能懷孕 我也懷孕了第一胎 當然因為自己的身體也很弱 有很多問題 於是我後來 十週之後 寶寶就沒有心跳 之後我又尋求很多 有很多 IVF 那些 解決 然後 不僅沒有用 還讓我的痛症 達至巔峰 我當時 已經 不知道 張神放在哪裡 就自己去做很多的事情 去尋求很多的方法 再跟著我的痛症 再重新上路 我是停了看過《中醫弟兄》的 之後 神就有很重的訊息給我 在針言三章六節裡面 神就跟我說 不如依靠自己的聰明 凡是依靠耶穫華 在你所行的一切事上 都要尋求他 那我就 很順利成章 應該是回去看《中醫弟兄》 因為他實在幫到我痛症 但是我也不敢動 我問神 求人證 我求神 你 告訴我 是否應該回去看《中醫弟兄》 我求神 說 我要什麼印證 不如很直接 你讓《中醫弟兄》 親自叫我 我發出這個討告之後 我覺得自己很無理取鬧 因為我覺得很難 人家六個月後叫你幹什麼 之後 那天 就要去一間店舖 去幫我媽媽退夜 之後退夜 服用我那個人的名字 就是跟我中醫的名字一樣 那我就 很大件事 走去跟我先生說 他的名字 他是 是Tony 然後 然後 我先生就很猛地跟我說 他說 難道我今晚帶你去Tony Roma 吃沙拉 你就覺得你應該回去 回去看你的中醫嗎 那我就 很懊惰 我當時就跟神說 神 你很笨 你給我一個明顯一點的指引 的印證 然後 當我願意去等候 神就很奇妙 他之後有一天有個電話響 就真的 那個中醫師親自打電話給我 那我當時 我的驚嚇度是濕到 因為我神是很真實 我這樣 我這麼不配 他都 因著他恩典 他都不介意這麼直接 給我這麼不可能的印證 來照顧我的需要 所以我 所以我 但是 神 他的神職大能 他的照顧沒有在這裡停留 他比我多於我所想所求 因為我在 沒見過中醫師之中間的兩個星期 我是自然地懷孕的 當所有人說是 沒有機會 沒有可能 當我身體的痛症 是最巔峰的 是最不可能的時間 神就讓我懷孕 所以 我很清楚 神帶領我 照顧我們的心靈 婚姻 和健康 神也會照顧我的將來 將一切榮耀總賺 都給我的主 謝謝 rare 點心靈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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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g爹 今天 先生 陳 是你自己的神迹 是你自己的大能 我们感谢你你在我们生命当中 去关照我们 照顾我们 是无微不至 尽管我们觉得没可能 尽管我们觉得绝望 神啊 你仍然是 不离不起 去照顾 我们在Tammy姐妹 Kent弟兄身上 主要我们见到你自己的信实 我们再一次感恩 求主你继续祝福他们 他们未来也都相信主 你为他们预备很多很多 求神你就帮助他们 去take care他们的新生命 take care他们的新的家庭 我们感谢你 祈祷家徒 奉主命求 给他掌声好吗 当你的人生当中 是感受到神 何等的照顾你的时候 任务就开始来了 戴着肚子 有很多任务的 宝贝出生了很多任务的 或者你不是的 你自己现在结婚 你是仍然单身 无论什么光景 你都有任务当中 我们发觉我们要去 去关顾 去take care其他人的时候 很多时候我们都会有很多难阻 因为我们很多时候 都不愿意去接纳其他的人 所以神告诉我们今天 我们的关爱 我们对这个任务的彻底根源 借根于的是一份的接纳 就是因为神接纳我们 以至我们可以去接纳其他的人 圣经曾经耶稣基督 由加利利的加白龙 走去耶路撒冷这一段的路里面 他必须要经过一个地方 叫做撒玛利亚 撒玛利亚人不接待耶稣 就算耶稣多么接待他 当圣经告诉我们 耶稣走过撒玛利亚的时候 门徒见到撒玛利亚人 不接待他的时候 说出他的话 他说主啊 你要我们吩咐火从天上降下来 消灭他们 需不需要这样做耶稣 当然了 圣经怎么回答我们呢 圣经就说耶稣转身 习给这个门徒 跟他们说 你们的心如何 你们并不知道 人子来不是要灭人的生命 他们超超就去了第二个的城镇 有时当我们 不被接纳的时候 我们的心很难受 我们发觉神不接纳我们的时候 我们又很难受 不知道你有没有使用的场景 就是当一大群人在那里 高高兴兴在那里有说有笑的时候 突然间有个人走过来 然后那群人就散开了 突然间变了快闪族 如果你是那个人走过去这个群体的人 你心里面的滋味会是怎样的 你当然不要受了 我一走过去好像有病 然后那些人就走开了 最近也有一个肢体跟我说 他说我们的生活群有一个不良分子 他说牧师 你可不可以叫这个不良分子离开的生活群 叫他不要再回来 因为他是来搞破坏 但是他不接纳很多人 当我听到他这个要求的时候 就让我上去刚才那段圣经 我说是否要我从天上降火来 笑了他们呢 我没有这个能力 我跟他说 我说大家其实都是半斤八两 五十步笑一百步 我和你都很多时候带着负面的能量 去到这些群体 去到我们的小组去到教会 只不过很多时候我们自己一厢情愿 期待其他人都是带正能量来 期待他们都是笑面迎人 都是带着温暖 带着笑面 但是今天神告诉你 我们要用心去照顾 去关照其他人的时候 我们先要学习接纳 那些你觉得不接纳的人 他们会反对你 但你要去接纳他们呢 其实你又要先去接纳一件事 那件事就是一个不好的你自己 一个不好的你 我们每个人都有两个我 一个就是好的我 一个就是不好的我 好的你呢 你一直都笑面迎人 道德的高位 叫你去指责这个指责那个 不要接纳这个那个人 不值得你关照 他有很多问题 不好的你经常会在你心里面这样去做 但是刚才耶稣基督跟那两个门徒说一句话 他说什么 他说你们的心如何 你们不知道 有时候我们的心是真是黑的 真是坏的 真是毒 但是我们不知道 你都不知道 你不好的自己 是有多么不好 这个任务所以不容易 要我们去照顾 关照其他人 不容易 有一次我跟一个弟兄 我说我们做一些性格分析 看看认识一下自己 讲一下有什么优点有什么缺点 当时的情景是这样的 我就说 弟兄 讲一下大家有什么缺点 其实我们 自我进步的 需要 你说一下 看看你有什么缺点 好吗 他就诗前后上 他就这样 让我想一下 我太个好人 虽心远 我乐于助人 所以很多时候被人利用 我做事 很认真一下 带一些完美主意 那我那时候 听完之后 我说 喂 停停先 停停先 喂 我现在 大家说 讲一下缺点 你说你是好人 又乐于助人 又做事认真 那你有什么缺点吗 我不知道你觉得 你自己有什么缺点 要接纳自己 其实也很容易 但如果你真的 把你的缺点 写下了 你真的认识 不好的自己 那个部分是什么时候 而你要再接纳 接纳这个不好的自己 接纳自己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要关照这个自己 就不是一个容易的事情 我自己也很诚实 勉迫思过 苦思 看看自己有什么缺点 想起起码有很多方面 做父亲的自己 专制 霸道 没有什么耐性 如果小孩要去接受这个爸爸 都真的不容易 做丈夫的我 做丈夫的我 冷漠 不要很尊重对方 说话伤人 脾气大 要接受这个丈夫 我想想 也很难 很难顶 做牧师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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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诚实说 爱心不够 做事缺乏自律 做事缺乏自律 要你们去接受这个牧师 你们都不容易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缺点 我相信 当你去诚实 去面对的时候 这个是你自我的挑战 一个的超越 你会怎样去对待 这个不好的自己 你会不理他 你会讨厌他 你会放弃他 为什么你打到他 今天我跟你都需要 对不好的自己有一个态度 那个态度是什么 虽然我从来没有打败过你 但我从来没有向你认输过 这个是你需要你的生命态度 去对你不好的自己 一个态度 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去接纳他人 从接纳自己开始 要接纳一些 经常不接纳你的人 接纳一些你觉得他不是那么好的人 你要开始去学习 照顾 接纳 不好的你自己 刚才我们讲到撒玛利亚人 耶稣在 这件事之后 刚才是在路加分第九章 第十章的时候 耶稣基督 说了一个好撒玛利亚人的比喻 他最后的结语 是说 你去照着 做吧 这句说话是 好撒玛利亚人的一个结语 耶稣基督 接纳我们 接纳不好的我们 我们要照着 这样去做 所以我们说关怀 除了是借根于接纳之外 关怀 其实 是要实践 实践于的是 你的轮舍 好撒玛利亚的比喻 一般都是给我们觉得 不如你做个好人 是吧 你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 但是其实这个比喻 更加要回答的是 一个更加实际的问题 那个问题就是 谁是你的轮舍 或者我们很快去重温 这个大家很熟悉的比喻 有天那个律法师 他和耶稣有些对话 那个对话我不长谈了 但是他就问了耶稣 几多个问题 他想证明自己有你 圣经说 他就问耶稣他的问题 他问什么 他说谁是我的轮舍 耶稣要怎么回答他呢 耶稣又说了这个 好撒玛利的比喻 他说有一天有一个人 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 因为他从耶路撒冷到耶利哥 我们认为这个应该是犹太人 他到耶利哥的途中的时候 或者去到耶利哥 就落在一个强道当中 他们的强道不是一个 是一群的强道 这一群的强道就打劫他 拿他的衣服 打队半死 扔他一个人在地上 耶稣就说有三个人经过 第一个人就是祭司 祭司经过的时候 他就看一看 圣经说他从旁走过 第二个是哪个呢 是利美人 利美人同一样 动作 忙忙 跟着从旁走过 而第三个呢 是撒玛利亚人 这个撒玛利亚人 一见到这个人的时候 然后就冻了联敏的心 他用他的药油 他的药酒 去帮他查他的伤口 甚至帮他包扎 然后又带他去一个酒店 他还没带到酒店之前 甚至扶他上自己的伤口 即当时是他的车 然后带到酒店 照顾他 第二天的时候 他还拿两个银币出来 交给店主说 交托你了 你照顾他了 额外的金钱 我会支付的 等我回来的时候 这个故事 耶稣基督就说完了 接着耶稣基督 问了一个问题 问那个律法师的问题 他说 刚才那三个人 哪一个是这个受了伤的 犹太人的轮舍呢 那个犹太人的律法师的回答 他没有说是撒玛利亚人 他说了一句话 他说 那年文他的 那是警察的 那是耶稣基督就说 你去照样做吧 普薩瑪利人的比喻 告诉我们 当我们遇到有需要 有可怜的人的时候 你其实会有很多的思想 很多的思想 有很多的反应 很多的行为 我们都说 思想决定你的行为 情绪决定你的态度 那个祭司和利美人 当他们经过的时候 他们都有很多的思想 很多的情绪 如果你是他们 你会想些什么 祭司 他说如果我真的去救 被人打到半死的人 如果他真的死了 我可能要自我结证七天 很麻烦 我功都回不了 很花时间 有可能他会想 这个会不会是一个圈套 我一走到他的时候 可能有一群人走出来 然后打我 然后我又变成像他那样 最后你都会怎么想 明节保身好一点 安全重要 当然这个是一个很可悲的事实 我不知道你会不会都好像那个祭司 和利美人那样 所以我们为什么听到很多 譬如中国大陆有这么多 见死不救的人间悲剧 因为为什么 救人的时候会被冤 要赔款 可能要罚钱 这个可能 不过我们感谢神 窮徒并不是末路 绝境 亦可以逢生 这句话 你记得在哪里 撒玛利亚防止自杀会 经典的广告 是这样 Good Samaritan Hospital 你听过了 Good Samaritan Hospital 但一个叫Good Samaritan Law 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 好撒玛利亚人 法例 这个法例 在美国和加拿大都有 很多西方的国家都有 目的是要保障那些做好事的人 尤其是那些急救员 他急救那些伤症的时候 那些伤症如果在急救过程当中 死或者是之后死亡 这个法律 就保障他 不被那些死者家人起诉 那么当然了 另一方面也都是鼓励 鼓励那些人士 我们的在床人士所谓 就不要只是做旁观者 更加要做好的撒玛利亚人 这个是Good Samaritan Law 那么当然了 如果在中国大陆有这个法律的时候 我们可能会少点听这些事情 都有在深圳 2013年的时候 但是只有一个地方 都不是全国性一个的法律 好撒玛利亚人的慈心 他的用心 他的势心 如何去照顾 那个受伤的犹太人 我们历历在目 这个故事 《几日游身》 《耳熟能长》 但是耶稣说这个比喻 我相信不是紧紧叫我们 做一个好人 去帮助 有需要 去连一些很可怜的人 这么简单 再说就是这个比喻 一起生活的群体 跟今天有点不同 今天我们已经 地球村 你在哪里都可以联络得到 瑞士里的轮舍 这个绝对不是一个很抽象的问题 是挑战着你 敢不敢去面对的一个问题 有两个答案 第一个答案就是 你身边或者远方一些 真的有需要的人 你是可以能力所及 去帮助他们那些的人 而这些人 你是可以写下名字的 不是一个幻想的一班人 是你写下名字的这些人 今年我认识了一些新朋友 不是教会的 是我的邻居 住我一条街隔几间屋 我在哪里认识到他呢 平时好像见过一次 我记得 今年是在一个雪山上 在雪山上认识他 因为大家都带着小孩去滑雪 父母没工作了 就在那个椅子 就见到他 就认识他 你是不是住在我旁边的 住在我的街上 是的 是我的轮舍 说一说 原来大家住了十几年 在这里 哇 真是 朋友越故知那些 说一说的时候 他把他家庭的很多事 分享给我听 他的儿子有疾病 刚刚大学毕业 很担心做父母 有些帮助不是一定物质的帮助 在你身边的人 有些需要的帮助 不单单是物质 在教会有很多弟兄姊妹 她找联系 找工作 她需要关照 我自己在远方的 舅父在香港 有癌症 她需要有人去鼓励 虽然有人去祈祷 在你身边 在你身边 在远方 你认识的人 他们有需要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你可以写下他的名字 你可以写下他的需要 不是一个抽象的事情 瑞士的论寺 第二个层面 从耶稣基督的问题 你会发觉 耶稣基督希望 那个律法师回答的 不是说那年文的人 希望他说撒玛利亚人 撒玛利亚人在那个律法师当中 是一些不能够接受到的人 撒玛利亚人是习种的 大家的级数不同 但耶稣要告诉那个律法师 告诉你 谁是你的轮舍 今天换句话要问你的是 谁是你的撒玛利亚人 这是一个很实际的问题 你仍然可以将他的名字写下 有哪个人 你是不能接纳得到 在你身边 你仍然觉得这个人 我不可以跟他 我会有很多瓜葛 有很多隔膜 有很多隔阂 他应该是不能接受的 当耶稣今天去问你 谁是你的轮舍的时候 这两个层面的答案 你需要写下它 但你又要回到 写下了它之外 不单止写下它的缺点 你在旁边 同样要将自己的缺点 不好的自己 再写出来 以至你一同去接受 那个不好的你 去接受 你心中 这个撒玛利亚人 你的轮舍 愿意神 在祂一生照顾我们的当中 我们接受祂给我们的任务 我们也要去关照 我们的轮舍 勇敢去面对这个问题 让更多人认识 神的爱 不单止是远方 是你能够写到那些名字的人 我们一起祈祷 好吗 亲爱的神 我们来到你面前的时候 我们今天感谢你 因为你在我们患难的时候 你伸出援手 你没有考虑那么多 你没有觉得麻烦 你没有觉得忙碌 你没有觉得我们不值得 主要今天你更加问我们 谁是我们轮舍的时候 你给我们这个任务 让我们去接纳 那些不接纳我们的人 让我们去帮助我们身边 他真的需要的人 让这些名字 每一个每一个 让我们今天 再去教给你 求主 你让我们去 pass on 你这份的爱 我们祈祷交托 奉主耶稣命求 阿们